姿势体一一看 他说尿这个PH值如果比较低 代表什么呢 假设你的尿 氢离子浓度增加了 就是把PH值降低了 会发生什么事 先看A 是会让胺炎变成胺 不是吧 反了吧 应该是胺 把过多的氢抓住 变成胺炎吧 因为你现在氢离子是增加哦 所以反应该向右吧 这个反应该是向右吧 氢离子浓度增加 这反应向右 所以A选项斜反了 你应该是排出很多的胺炎才对 好 B选项 那会不会让氢离中的 这个碳酸禁根排出呢 答案是不会 因为那个碳酸禁根 他不会排出 no排出 他在肾小管 只会 再吸收回来 我们以前不是说 你的肾上 肾小管老头这样表达 这是他的那个 微龙毛 然后呢 这边是那个 花ATP的钠甲帮普 钠出 甲进 所以造成细胞 那个钠离子浓度很低 所以那个 钠就想进来 钠一进来的同时呢 顺便把氢带出去 好 那氢出去的时候 那氢哪来的 氢来自于这个东西 二氢化碳跟水 它才是于碳酸 也就是二氢化碳跟水 过来 过来 好 那氢排出去了 碳酸禁根呢 就会通过这边 回到你的体内 所以我们以前 在教这边的时候 有提到一件重要的观念 当你分泌一分子的氢 你就会再吸收 一分子的钠 即再吸收 一分子的碳酸禁根 而碳酸禁根 不会出去 因为 微龙毛 这个膜上面 没有碳酸禁根的孔道 只有靠内侧 才有碳酸禁根的孔道 所以碳酸禁根 不会分泌到尿 只会被再吸收 你只会分泌氢 每分泌一分子氢 会再吸收 一分子钠 一分子碳酸禁根 所以这体的逼 我的这个东西 不会排出 所以逼错了 好 最后一个 C选项 我们的这个管壁 有钠甲的 同向主动运输吗 不是吧 应该是 反向协同运输蛋白吧 反向协同运输 那它是次性主动运输 就是 我现在画的这一个分子 就是这个分子啊 钠进来 氢出去 反向咯 所以C错了 应该是 钠跟氢的 反向协同运输蛋白 接下来看猪选项 猪为什么对 因为我说氢粒子高 所以应该是 磷酸一氢根 抓了氢 反应向下 因为氢浓度增加 使得我形成磷酸二氢根 这样才对吧 所以猪是对的 因为你氢浓度增加 会使得磷酸一氢根 抓氢 变成磷酸二氢根 好 以上这是第十七题的全部 答案就有主持对的 其他都有瑕疵 还有问题吗 这一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